桃園市政府推廣運動不遺餘力 積極打造體育大城 除了棒球 現在更把觸角伸到籃球界 冠名SBL球隊蒲園 組成桃園蒲園建築籃球隊 前院記者會上市長鄭文燦 更率領熱情的鄉親列隊歡迎 也提前為SBL新球境暖身 當然是桃園的球迷都可以來幫我們加油 我覺得我們屬於一個地方就是 像美國那樣就是有當地的球迷是好事 我們算是重建的球隊吧 因為有些老將走了 現在就是要找回新的蒲園吧 值得一提的是 第十四季SBL例行賽 將移師桃園中原大學 成為蒲園全新主場 球員們也趁機跟粉絲好話 對啊 我覺得這樣很好 對啊 大家 就是給 蒲園給大家的印象 就是那樣的話 那我們依舊東西還是在 但是有新的氣象進來的話 覺得打起來會更好的 我覺得加入桃園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啊 因為他們畢竟是 就是以棒球會比較有名嘛 就是掛名桃園 當然是希望我們今年就是可以 把去年失去的把它拿回來 然後當作是給桃園的第一份禮物 曾經在第十二季 協下對十四連霸的蒲園王朝 上季卻在總冠軍賽 2比4輸給臺皮粉碎連霸美夢 今年帶著新對名捲土重來 喊出桃園籃球最強 誓言打出新奇象 外體新聞桃園產品報導